记者黄嘉林高雄报道,为保存高雄独有的无形文化资产皮影戏,高市历史博物馆邀请美国、土耳其及台湾等六组议师,在暑假期间进入北高雄六所中小学校园展开为期十天的住校计划,期盼即由国内外只知名偶一世纪距离与学生互动,用念初、操偶教学以及讲古说故事方式, 在说,玩,作中,传习未来主人翁影戏记忆高市博馆长杨仙飞表示,这次参与住校计划的,包括美国杰夫吉尔、杰夫治尔、土耳其成吉斯欧赛克、Kinice、Vac、香港李建新,与高雄观音山东华皮影剧团、永兴乐皮影剧团及高雄皮影戏剧团等六组议师, 这次住校计划让皮影戏教育推广有了更多新的可能性和挑战,并开启国际皮影文化交流,赋予新的想象与可能。 杰夫吉尔、杰夫治尔、为美国国家说故事往北讲者,来自夏威夷的说故事大师, 将搭档加拿大说故事讲的主案,格拉佛、Anne Glover,以生动有趣的直体语言搭配操偶技巧,花式繁花戏,引领学员进入不一样的偶戏世界,土耳其成吉斯欧赛克、Kinice、Vac、 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,其所创作的皮影戏剧码融合了传统土耳其故事,现代议题,并加强操作戏偶手法,至今获奖无数,表演皮影戏超过40年的中国一级演员香港健新艺术团李健新团长, 更将以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光影系模式,带来耳目一新的工作坊交流。